郭台铭团结 国民党中央门口一早热闹滚滚 喊粉搭帐篷挂国旗喊口号 诉求蓝营各方团结支持 党提名的参选人 但恐怕没那么容易 最了解17号的中常会 党中央希望安排最强战队大团结的场面 邀请郭台铭出席 但郭台铭并不打算参加 对此国民党透露下午中常会确实没邀郭台铭 但以同时联系郭伴在适当场合 共同展现大团结 毕竟郭台铭明日前有99.99%的信心被征召 党中央坚持提名侯友宜的决心 让他难以接受 传出甚至在郭诸会时 搬出大数据 反驳朱立伦提出的内裁民调 如果2019年2020又重蹈负责的话 那结果大家都知道 就是民进党继续执政 党内右心欺诈郭事件重演 确定征召侯友宜消息传出后 16号云立的三场挺郭活动 郭台铭亲自急踩刹车 是释出团结上意 还是保留谈条件的空间 传出党中央有意促成侯郭佩 在这个党的规定里面 我倒是觉得我们要荣获由提名人 来做一个决定 如何打造最强的一个政府总统的组合 他必须要有一些科学上的根据 但部分蓝营人士认为侯郭佩可能性低 也让侯友宜即使风光出现 仍有整合重担压在肩头 你把他搞进来 耍弄了一圈 然后让郭台铭以为很有机会 很有希望 然后现在还是没有 最厉害的精算师到底算了个什么 不管是朱立伦 侯友宜还是郭台铭 选战至今把团结挂嘴边 就怕整合无方 团结变成一团心结 金新闻许家瑞林家倩采本报道 立刻下载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